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中国财经报道 今天是2019年6月3日 现在是下午3点 我是严芳 一起来看本时段的财经要闻 6月2日 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 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 中方立场白皮书 系统梳理了中美经贸摩擦的 来龙去脉 尤其是驳斥了美方的谬论 亮明了中国态度 那么中国还有哪些措施 可以应对美国不断加码的压力 来听听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首席研究员张燕生的观点 美国的霸凌主义也好 还是它的贸易战也好 它的主战场在现阶段 主要是在三个方面散开 那么第一个战场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关税 也就是美国 也就是无论是现在是对 2500亿美元的商品 加征25%的关税率 还是下一步要对剩余的 3000亿美元 加征25%的关税率 也就是对所有中国输美产品 要筑起一个 加征25%以后的关税墙 那么对这个 我觉得中国 也就是会采取一些积极应对的方法 来破解这个关税墙 你比如说原产地多元化 也就是今后的中国的对美国的出口 它不仅仅是发生在中国 而是发生在世界 那么第二个也就是我们讲的产业战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笔500亿美元 输美产品的60%都是外商投资企业 那么后来的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的50%都是外商投资企业产品 因此你可以看到这个贸易战很大程度 也就是要对过去所形成的全球的价值链产源的供应链 来进行颠覆性的破坏 也就是要把这些在中国投资的外商企业打出中国去 那么第三个就是科技战 那么科技战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美国对华为对大疆 对一大批就是中国的一些高新技术企业 现在是采取列入实力清单 以及用行政令 号称是所谓的科技的威胁 那么也就是想在科技领域和中国脱钩 那么在这个方面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也就是无论是华为 还是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 实际上现在都进入到科技创新的区 科技创新驱动的阶段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国家在打造一个 也就是这种现代化的创新链 也就是加强我们的基础研究 基础应用研究 开发实验研究 共性技术 公务技术研究 那么用这样的方式 为企业创造一个更好的创新环境 投资环境 营商环境 法治环境和市场环境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企业真正把科技创新 变成它的第一引擎 把这个科技创新 变成我们国家下一步 发展的第一动力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当前全球5G 正在进入商用部署的关键期 坚持自主创新 与开放合作相结合 我国5G产业 已经建立竞争优势 5G标准 是全球产业界 共同参与制定的 统一国际标准 我国声明的标准 必要专利占比超过30% 在技术试验阶段 诺基亚 爱立信 高通 英特尔等多家国外企业 已深度参与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我国5G已经具备商用基础 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 将发放5G商用牌照 我国将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我们一如既往地 欢迎国内外企业 积极参与我国5G网络建设 和应用推广 共同分享我国5G发展成果 5G来了 让人充满想象 那么5G究竟比4G强在哪 它和4G又有什么区别呢 5G是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 相比4G 它速度更快 延时更低 打个比方 一部实际视频 4G下载需15分钟 5G仅需9秒 无人驾驶刹车智能控制反应距离 4G下是1.4米 5G下是2.8厘米 如果把2G 3G 4G 几代移动通信技术 比作不断把路修宽 让更多车可以跑 5G则利用技术 在继续修宽高速路的同时 对路进行规划 实现分流 提高利用效率 实现最近距离最短时间 把网络上需要的资源 推到用户面前 而在接收信号方面 5G手机分辨率高 传输速度快 对电池的容量要求 也进一步提升 换句话说 4G手机接收不了5G信号 5G手机依然可以接收4G信号 此外 在资费方面 专家表示 5G时代初期资费 和4G时代差不多 长期看流量资费 单价下降是趋势 新华社交易资费 新华社消息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 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2号发表声明说 解除对华为及其子公司员工 参与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出版过程中 同行评审和编辑工作的限制 美国商务部5月中旬 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 列入限制交易的实体清单 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随后发布声明说 华为公司及其员工 无法参与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一些通常不向公众开放的活动 包括部分出版物的 同行评审和编辑过程 电器与电子工程师协会 此举在学术界 招致广泛的批评 下个月起 上海将提前对轻型汽车 实施国6B排放标准 为了尽快消化库存车辆 连日来上海各4S店 都加大力度促销 国5排放标准的车辆 记者走访部分4S店发现 不少价格清明的国5车型 已经脱销 上午10点多 记者来到普建路上的这家4S店 展厅内国5国6排放标准的车辆 各占一半 正值促销季的国5车辆 明显更具吸引力 其中两款车型 更是连展示车都销售一空 刚好我也有牌照 我觉得这次优惠比较多 相当划算 经销商透露 随着七月大线的临近 以及国5车促销力度的加码 最近两周店内的销售情况明显上升 一些高端品牌的国5车型 降价幅度也十分可观 有的限价相当于高价位时的近7折 因此几乎受庆 需要提醒的是 新购入的国5车辆 如果车主没有拍到互排额度 一旦上了外排 7月1日之后将无法转机更换互排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 美国将于6月10日起 对墨西哥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以迫使墨西哥采取措施 应对非法移民问题 对此白宫办公厅代理主任 马尔瓦尼2号在美国电视媒体上说 特朗普在对待美墨边境 非法移民问题上非常认真 马尔瓦尼还表示 希望对墨加征关税 不会影响等待国会审批的 美墨加协定 马尔瓦尼在福克斯电视台 当天播出的新闻节目中说 对墨所有输美商品加征5%的关税 与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无关 美墨加协定由美国墨西哥加拿大 三国领导人在去年11月30号签署 用于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美墨加协定已提交美国国会 国会批准后方可生效 据路透社报道 特朗普的行政团队 已将推动美墨加协定 通过国会审批 列为工作的优先事项 但特朗普5月30号宣布 将对墨输美商品加征关税 这给美墨加协定的通关道路 增添变数 高盛指出 关税的生效将使得 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在2020年大选前通过的概率 大幅降低 而被关税激怒的墨西哥方面 也将放缓其法案批准的进程 法案在今年通过的概率 基本为零 自美国政府宣布 将针对墨西哥 所有出口到美国的产品 征收额外关税的消息一出 墨西哥比锁对美元的汇率 应声大幅下跌 包括墨西哥汽车零部件制造业 电视机和手机制造农产品 等出口美国商品 都将受到影响 对此墨西哥民众 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有墨西哥民众认为 美国此次的加征关税的做法 是一种施压的手段 为了达到逼迫墨西哥 配合美国阻止 来自中美洲的移民 非法进入美国的目的 但很多民众认为 这样的做法 不会达到效果 或者说收效微乎其微 也有墨西哥民众表示 加税的做法会导致 美国本土的消费者来买单 同时墨西哥的出口商 制造商也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对双方都没有益处 当地时间6月2号 美国谷歌公司网络服务 出现大面积的异常 大量用户反映 谷歌邮件 谷歌云 以及YouTube 月后集粉等 应用软件系统速度缓慢 甚至无法登录 据美国媒体报道 2号中午大部分受影响用户 集中在美国东部 欧洲不少用户也反映 无法登录谷歌邮件和YouTube 谷歌公司随后 在2号下午发表声明称 经过工程团队努力 所有因网络拥堵 受影响用户的问题 已经解决 谷歌公司在声明中承认 网络故障导致 美国东部地区网络拥堵 涉及谷歌云 谷歌智能应用套件 和YouTube等多项服务 对大量用户造成影响 谷歌公司还表示 将对故障原因展开调查 提供相关调查报告 并对系统做出适当改进 以防止会最大限度 减少未来再次发生 此类情况的风险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中国财经报道 继续来关注更多的信息 美国联邦航空局 2号发表声明说 部分波音737客机零部件 可能存在制造缺陷 所设机型包括波音737 MAX 和波音新一代737 声明说 据波音公司报告 波音737 MAX 和波音新一代737上 使用的部分导轨 可能存在制造缺陷 无法满足现有法规 对强度和耐久性的要求 联邦航空局 与波音公司联合调查发现 问题部件可能达到148个 由一家次级供应商制造 全球可能有179架737 MAX 和133架新一代737 受到影响 其中包括在美国投用的 33架737 MAX 和32架新一代737 法国能源巨头 道达尔公司 和3756颈党公司 和3707887 和4707